今天我們呈現 改版後勝率狂飆 如果可惜 HOLY SHIT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改動後的洛可西 影片開始前呢 喜歡影片請點個讚 這部目標呢是一千八百個 我們批評看呢 能不能在今年結束之前 達到五十萬訂閱 很開心洛可西終於改強 洛可西呢是一隻相當強勢的英雄喔 尤其是改版後 排位勝率有很明顯的提升 有點像當做盧蜜亞 會這麼強呢 主要是他換血很強勢喔 大家知道呢業績其實是一個換血很強的英雄 他甚至可以換贏耶娜 可是呢洛可西則更生一籌 這邊帶騎走呢 有機會可以帶走他喔 可是也有風險 防禦塔兩下呢我可能就會倒下 叫我們的騎走追一追 納克技能呢應該是在冷卻的 喔好可惜 他就生了一咪咪血 那個納克 我們先利用這個野怪回一點血 OK莫拉趕到支援 這個潘因呢我們也想拿下 我們只要他會過來喔 用二技能躲過他的攻擊 好可惜呢最後也被潘因二技能換掉 那我們換三個參團 不愧 尤其是呢是在前期 接著進入我們的科普時間 洛可西改動的地方呢有好多喔 首先呢跑速提升 360到380 聽說普雷塔被動是跑的別人快 那我們洛可西呢 再來呢就是護盾也有提升 護盾呢從6%最大生命值 來到了10%最大生命 也從350來到600 護盾的數值呢是翻倍的 而且呢在護盾也可以疊加印記 印記有多好呢 首先火焰的傷害會翻倍 再來呢我們有回復生命值 以前呢只能回復一個目標 不可以疊加 現在呢最多可以疊三個目標 這樣子對洛可西來說呢 續航力是大大提升 當然呢我們還是需要一些坦狀喔 有坦狀才撐得起來補血 否則的話呢也是有點疲弱 所以我們必須出 加生命值的裝備 不要玩救洛可西來個被動呢 你的生命值越高 魔攻也會越高 所以呢我們來生命值 準沒錯 有些裝備呢可以同時加生命值跟魔攻 像韓星病葬 閒者領域 還有神聖法典 對洛可西來說呢 都是很好的裝備 洛可西主流出裝呢有兩套 一套呢就像我們這樣子 可以看情況補坦狀喔 我覺得這樣出呢是同時又坦又硬 而且呢還有回血能力 最後呢差點漏了我們的大招 首先呢大招音質時間快了0.3秒 你知道呢洛可西開啟大招的時候 會停下來一下喔 而且呢如果離目標越近的話 控制時間越長 不受任性影響 可是呢可以被清醒掉 所以啊如果對面有洛可西 你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帶一個清醒就可以克制他 否則的話呢洛可西在中後期 只要成功拉到敵方射手呢 像這樣子 優先拉敵方射手 我們跑速角比較快呢 有帶急走 然後可以輕鬆把他抓到 連著敵方抓的時候呢 是最好的喔 首先呢敵方沒什麼走位的空間 再來呢我們開啟大招會停下來 停頓一下 而且呢那個手手飛出去 也相當的慢 他盼力的機制呢 比實際的範圍更小一點喔 有時候我們看呢 我們動畫明明跟目標重疊 卻沒抓到 這個呢需要稍微的手練一點 提升你命中力的技巧呢 那就帶急走了 跟敵方重疊到一起再開大 那準不會空 只是呢大家還是要記住喔 開大的時候會停頓一下 這點很重要 裝備的話呢除了這一套 另外一套呢也相當不錯喔 那是帶制裁 把第一件裝備呢 改成三級的打野服 帶制裁好處呢 是我們可以搶贏 合到的飛鳥 搶贏飛鳥呢 我們經濟就會比敵方凱撒路高 這樣子呢對面凱撒就會打不贏我們 是個簡單又強勢的玩法 但缺點呢就是我們要帶制裁了 不能夠帶瞬移或擊走 瞬移和擊走呢其實很有用喔 開啟呢只要我們可以穩定的 抓到敵方的後排 法師或射手其中一個 最好是射手了 這樣子可以幫助我們打贏團戰 為什麼要抓射手不是抓法師 如果你知道的話呢歡迎在下方留言 這開盤中呢我們有玩了好多次的洛克希 拍這影片呢我們大概玩了五六七場 印象中呢每一把幾乎全贏 輸了一場 輸的那一場呢是經濟差距實在太大了 OK 玩卡薩路呢有個問題喔 那時候我們常常要去帶線 帶線的好處呢是錢很多 壞處呢就參團你可能會低一點 玩射手的話呢會相對的參團比較高一點喔 OK 這個靈蒂 他算失策了喔 先把靈蒂抓掉 這時候呢往敵方人群中衝來衝去 回一點血 開個二技能護盾 瞬間往敵方兩個英雄疊個印記 而且呢觸發火焰的回血 跟翻倍傷害 就是洛克希這次改強呢最強的地方 以前的話呢可不行喔 也代表呢這次改動讓洛克希 在敵方人群中呢首先傷害更高 傷害是翻倍的喔 而且呢全程都可以疊加回血 還可以最多疊加三個目標 也就是說呢跟以前相比 變得更坦更痛 不要誤會呢原本就已經很坦很痛了 洛克希這英雄呢很克制近戰英雄 要小心有敵方出亥犽 近戰英雄呢幾乎都可以全部打贏 除了一隻呢就是弗洛倫 跟弗洛倫呢其實五五開喔 如果啊我們的大招 抓到他的話呢是可以打贏的喔 四等前呢我們是可以欺負弗洛倫的 只要躲他飛槍就好 四等之後呢就要躲他大招 要躲兩個呢稍微麻煩一點 雖然大招是五開呢 可是實際團戰打了起來 洛克希還是很有優勢的喔 畢竟呢我們有隊友嘛 只要我敵方抓起來呢 讓隊友一起圍毆他 那就好了 團戰的時候呢 還是優先抓敵方射手為主 康德哥來吃個凱撒 洛克希吃凱撒呢 我們是坦克嘛可以撐很久 喔最後呢就是魔力啦 魔力的話呢只要一直普攻 魔力就會回回來 基本上呢是不缺魔的喔 如果成功反到敵方的藍呢 就可以隨時有魔 如果我們是凱撒路喔 不管 我們有沒有帶制裁的玩法呢 都可以嘗試去追蹤敵方的藍 只要把敵方的藍反過來呢 敵方打也會很頭痛喔 畢竟我們是站著的單挑王 裝備呢我們有出惡魔微笑喔 所以對坦克也一樣痛 收到敵方死神 再來抓那個幽靈 敵方的組合呢有點地獄喔 一兵帶走 如果敵方再配個阿茲卡 配個瑟菲斯 全都是死神跟靈魂鬼魂等等的 多麼酷 還可以配一個摩托斯喔 加個骷髏 這遊戲好像惡魔跟鬼魂比較多 天使少一點對吧 天使目前想到的只有羅爾 有個 颯枷算半個吧 白寶敵方高地 沒大招所以要裝著有大招 連敵方美娜 莫洛運得不錯 那最後應該是摧毀敵方的主堡了 以上是我們帶來改動了 很多可惜 相當強勢 那最後呢喜歡影片 別忘記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我是尚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祝大家S7排位順心